阿黎这个系列真的好好看呀 突然想集齐全套了 两只冬季娃娃倒是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哈 看这袋子看啊 北京还限定是吧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SP温度 我这个 就这一块特别顶 我来看看是不是隐藏啊 而且还挺沉的 这儿美啊 下一篇 买了两个阿黎啊 然后这个是那里边唯一一盒上架荒动小的 我觉得像是这隐藏咱听一听啊 然后这个呢是我从那里边挑离最沉的 啊 这小兔 哦 是这个 不是小猴头 又抽了一个 没录视频结果抽到隐藏了 今天我们继续推到盲盒墙第二弹 在上一期视频里 我给大家分享了这四只隐藏的手感 你都学会了吗 咱们先来看阿黎 瑞雪 荣荣系列 这个系列好像之前没有在店里看到 就直接进好特卖了 你们看这俩隐藏 下边多了一个底座 肯定是最沉的 那我一开始呢是在那整盒里边挑出了一个最沉的 结果抽出来是双板头 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个比双板头还要沉的 而且上下晃动空间很小 打开果然是隐藏 我这盒重量是140.2克 我这只抽到的是雪祭梨 还有一个隐藏 感觉是半透明 应该比它再轻一些 再说一下手感 上下晃动空间很小 而且感觉下边有很坠手的感觉 左右这个位置很明显可以摸到东西 前后晃动空间比较大 而且有打盒感 笔座非常大 所以上下晃起来打盒感很明显 阿黎骑着雪怪 身后背着礼物盒 这是要给我们送礼物吗 阿黎的头还是可以转的 如果没有隐藏 基础款里最重的是双板头 它的重量是127.4克 双板头六面晃动空间非常大 你们来听一下声音 还有一点可以区分 就是晃起来可以听到里面的配件声 它都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晃起来有这种哗啦哗啦的声 猴子依旧是这么可爱 而且粉白的配色更好看了 这小屁股上还两个揪 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头是动不了的 然后就是我翻车的这两只兔儿头 它俩的手感完全不一样 先说一下重量 第一只是112.4克 第二只是113.1克 重量其实差不多 我先说一下第一只的手感 当时我真以为是那只透明的隐藏 因为它上下晃动空间很小 甚至比这只隐藏还要小 前后左右中间位置都可以摸到对顶 因为这个隐藏确实挺大的哈 我以为摸到的就是这个位置呢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手感 是因为它完完全全正放了 我这第二盒上下晃动空间很大 而且前后左右中间位置 依旧可以摸到东西 我当时以为是这个锐虎犁 没想到还是这个兔儿头 之所以上下晃动空间变大 是因为它斜着放了 所以我就有点不敢抽了 我真的不知道锐虎犁是什么手感哈 但是好想凑一对啊 有没有小伙伴抽到两只锐虎犁啊 跟我换一下呀 这桃子是用了大眼特效吗 眼睛好大呀 戴着兔爷的帽子 穿着中式服装 手拿糖葫芦 特别有过年的氛围 小球和帽子的一圈 都是直戎的材质 头也是可以转的 阿黎这个系列真的好好看呀 突然想集齐全套了 再来看博尔加甜品王国哈 我看别人的手感 说这个隐藏是71克72克 我这盒就是71克 最容易翻车的是这个抹茶大幅 我这盒呢 在左右这个位置 还可以摸到东西 我以为我摸到的是大裙子 就稳了 结果居然是金瓶糖 连这个抹茶大幅都不是 是不是他们那批没有放干燥剂呀 我这盒干燥剂还挺大包的 我这支就先不拆了 作为礼物送给你们 再来看SP温度哈 我已经很少能在台面上 遇到这么沉的温度了 而且在左右这个位置 可以摸到最顶 我以为是隐藏了这个底座 没想到 居然是倒放的下雨天 我摸到下边顶 是它的这个头 不过也能接受哈 毕竟还是个热款 重量是110.6克 可能是这个干燥剂尘吧 11克呢 虽然我端盒了 但是也给大家拆开看看吧 这仿陶瓷的质感真绝呀 这套怎么说呢 喜欢的人就会超级喜欢 不喜欢的人就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这套是走两个极端 但是我这个伞特别松 我端盒那套就没有这样 你们的也是吗 再来看两个冬季娃娃的盲盒哈 之前我买过他家的大娃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性价比很高 但是知名度好像不是很高 我猜应该是没有在实体店卖过吧 先来看水果系列 我抽到了这个 应该是火龙果 还是照例给你们称重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重量不准 因为他是穿这种布料衣服的嘛 多一点少一点 对这个重量影响很大 盲盒主体和底座支架 这还可以挂起来哈 这个盲盒真的挺惊喜的 这是拿火龙果皮做的帽子哈 这个线有点出来了 穿的衣服也是这种毛绒绒的 很可爱 帽子应该是可以摘下来的 它这连着一根线 如果你要想摘下来剪一下就可以了 这头发稍稍有点油哈 该洗头了 它的这个衣服和鞋子都是可以脱下来的 脖子手和脚都是可以动的 才20多块钱 要啥自行车啊 想让它站立就用一下支架 或者是这样直接坐着也挺可爱 这应该是这么扣的哈 当然我死活摁不进去 最后来看夏日沙滩系列 这盒我没有拆哈 我许愿抽到这两只长发的吧 重量是78.7克 是这只小草帽 配置都是一样的哈 有个底座 哇 它的头发好顺溜啊 穿着比基尼 带着草帽 一看就是去海边度假了 它这个线头比较多哈 需要咱们自己剪一下 沙滩这套的肤色更还原一点哈 水果这套有点发黄 这两只冬季娃娃倒是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哈 你喜欢吗 我拆出来这所有盲盒 你最喜欢哪个呢 这些盲盒手感你都学会了吗 赶快去试试吧 点个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个拆盲盒视频见 拜拜 拜拜